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十四是德飞为康熙生下的第十四个儿子 而这位飞子也是雍正的母亲 二人是一个母亲所生养的 可以说是皇宫之中最亲密的兄弟关系 但就是这样的关系 也没能阻止他站到了八皇子的阵营之中 这相当于与自己的亲哥哥 直接成为了对立的状况 而在康熙晚年的时候 他带领了大军前去边疆平乱 因为军神才能十分着欲 被派一直驻守在那里 直到康熙去世雍正即位之后才回来 他见到一位皇上的四哥却不愿跪拜 可见他对这个结局是不能接受的 但他还未归来之时 手下有二十多万能征善战的兵马 传位之事 他应该早就知道了 既不认可为何不直接率领边关的二十万大军 打回来 推翻拥正后拥立字 几的八个呢 有三个原因 一是亲行 二是成功概率不高 三是没有更多的兵权 这三个原因可谓是个个扎心 为何这样说 且往下看 虽然他站在了亲哥哥的对立面之中 但那毕竟是在皇宫之中最亲的关系 后来又传言说 他在回朝之后 看到雍正吃饭时 要把饭菜都吃完不浪费 也表现得有些心疼 可见 他还是十分在乎他们之前的兄弟之情的 而且 他为人也十分的孝顺 定是不愿意让母亲因为兄弟相残而伤心的 所以 他也不会贸然发动兵变直接反抗 展开全文 当然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身在帝王之家舍弃亲情的人态度 而且他自己也明白 就算他起兵也不会成功 反而会落得更惨的下场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清朝时期 在军队管理方面 实行的是类似于春秋之时的兵服制度 平时军队都归国家负责训练 只有皇上才有调动军队的权力 而在有需要打仗的时候 皇上才会瞎 只将调动兵马的兵服交给将领 所以 除了打仗的时候 士兵与将领之间并没有过多的接触 也就很少会产生是死追随的情绪了 而且这些掌握在皇上手中的士兵主要是八旗子弟忠心于君王自使不必说的 而且经过了多次的汉人起义和吴三贵的谋反 他们也都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 总结出了许多作战的经验 如果老十四带着边关的兵马长途奔回京城自己的人 已是疲惫不堪 面对经验丰富 以一代劳的八旗子弟胜算 也是十分的不大 当然 这还是所有人都愿意追随他情况下 但是 边关的将士 真的都能跟随他吗 先不说那些边关的士兵是不是愿意掺谎进皇族的家世之中 对他们而言 谁当皇帝他们都还是要在这里打仗的 而且 他们也都经历了不少的战争 也深知疲劳的长途奔袭 而却一定会输 所以 他们会不会跟随起兵也是未知的 而在康熙去世之后 雍正就派人用最快的速度感 到边关 秘密的给了当时的福远大将军一封信 心中让他将老十四的所有奏折 和奏章 还有将军的大印收缴来送回朝中 如果办不到这个大将军 也是要被治罪的 从这里不能看出 老十四在边关拥有的 也不是最高的指挥权 他还需听应于他人 而且雍正已经先下手 让这个在边关说话更管庸的人收了他的权利了 所以 边关的士兵还会听这个手中 以没有兵权的皇子的吗 答案当然是不会的 所以 他即使十分的不满 也不会公然的反抗 回到京城之后的他 过上了被囚禁的生活 他斩转在景陵和景山之间 在雍正的监视之下过了大半辈子 直到乾隆即位才恢复了自由 老十四虽说在坐雍了边关的二十万军队 但实际的掌控权并不在他的手中 他也是带不走的 而且 就算他能带往京师 用长途奔袭的疲劳的军队 去攻打吃饱喝足的精兵强将 也是兵家的一个大忌 也是几乎没有胜算的 更何况 他要打的是自己的亲哥哥 孝顺的他也是很难做的 所以 即使他再不满 也还是隐忍了下了 虽然过上了不自由的生活 但性命却保住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